我一会儿出舱 感觉良好 曙光明白 7号晚间 中午大陆首次完成女太空人出舱作业 深周13号 本次出舱活动 舱外操作已全部完成 谢谢曙光 谢谢大家 我来接你们俩了 来吧 接受洞商的拥抱吧 除了既定的舱外工作之外 这次长达六个月的太空任务中 许多生活细节也成为大陆媒体报道宣传的题材 例如太空人剪头发 一个人操刀 还有另一个人帮忙拿吸尘器 以免剪下来的头发乱飘 因为我们在太空不管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头发肯定会长长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理发师的这种技能 就算吃饭也成为另一项挑战 看这一盒盒一代代的装的都是什么呢 马蹄华虾球 酸辣笋 土豆牛肉 玉米肠 雪菜兔肉 画面中一块糯米糕被翟志刚吃出了乐趣 轻松画面之外 太空任务毕竟还是有高度的风险 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在这次出舱之前 三名太空人也完成此行第一次的紧急撤离演练 模拟核心舱遭到太空碎片撞击的情况 TVS宣温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